用皇帝的视角打开甄嬛转 你就会发现啊 在西非回宫之前 皇帝都在干啥 那真是西非在外苦三年 皇帝宫里也不闲 他是去了清凉台 差点撞破风流王爷和窍尼姑的爱 还杀了龙科多 将自己那顶家传的鹿草帽 挂在鲜鱼上麦 第二三年听多了安玲蓉点唱机 为电子设备辐射的发了高热 终于在宫里认识了一个户外女主播 人家还嫌她人老话又多 我这喝什么咖啡 大家好 我是爱心觉得你这样 华换走了三年了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认错了 但我是真的想着想着 有点招架不住了 那年去了清凉台 我跟果俊王说 我说我现在连个说 诗词歌赋的人都没有了 若是当年她还在的话 我这话还没有说完 果俊王直接接着我的话伴往后说 他可能说 不是你提圆圆干什么 虽然我之前也总说 华换圆圆不分家 但我现在怀念的是华换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弄错 可说归说闹归闹 毕竟我们俩之前开了那么大一个玩玩厉轻的玩笑 那现在我再怎么网上贴 我也不敢跑了甘露丝去给她一个包包 于是我决定先回家把自己家的绿帽子给清掉 这种东西绝不能变成爱心绝多的保留节目 在世代子孙的头上越带越花哨 可我让我娘去杀了龙克都之后吧 我娘就病倒了 说实话吧 我知道她打病也知道她为啥病倒了 可那天苏培圣就跟情商下线了一样 非要跟她问 她说您要不要去受康宫看看太后 因为您已经很久没有去受康宫向太后请安了 不是what's wrong with you 我刚刚卖了她心爱的绿草帽 她正跟着心里不舒服呢 你还让我去请安 那岂不是她看见我越请越难安 再说了 我一看见她病泱泱的摊在床上 就想到她是为了跟龙克多的年少情深 在这里不顾凤体安危的暗自审伤 我就要看看她到底是要儿子还是要帽子 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变成我娘心中的第一位 而不是拿着号码牌 一直跟在别人屁股后座站到排队 这事儿弄的吧 我一连几天心情都很不好 一到外面上就赖着安岭容点唱宫里听小曲儿 点唱剧还跟我说了 说我老去的宫里 外面的人都说到红密或主 红颜或水 啥你 你红密或主 红颜或水 对对对 不是我内卷你 关键是这种话 其实是夸奖的话 但却不能形容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达到真正的红颜或水 你顶多就算一个电子设备 而且还是那种放在床头时间长了 就会因为电子辅射而引发高热 损伤身体的电子设备 该说不说 在安岭容点唱剧宫里定了之后吧 我真是真感觉 那是后宫之大 却容不下我的一个床态 我就背着指头坐在那 认认真真的数了一遍宫里的人 咱就先从这个安岭容点唱剧 安平说起 这个安平呢 就属于大作不识几个 唱个歌呢 让人舒坦舒坦 但你要想再跟他聊点什么 那基本没心 说白了 他就是一个睡前背景 除了安平呢 我再比较长去的就是齐平 这个齐平呢 虽然也不错 给人感觉温柔殷勤的哈 但他总是让我觉得他很诚实 话怎么说呢 就好像他头上顶了个遥控器 身体里装着九个台 我想看啥 他就给我放啥 你说这样的妃子吧 他温柔是温柔 好是好 但总让你觉得他少了点啥 他总让我想点开他的模式 把他恢复出场设置 要说这宫里 最让我称心如意的 那还得是我们家华华 我跟你说 我们家华华 哎呀 他现在不在宫里了 哎呀 万秋 你说这么一个弱大的皇宫 我愣着小摸不住一个活人 我想跟人聊个天 说个话 咋就这么难呢 苏卑胜听着了 还在旁边给我出馊主意 说让我再举行一次选秀吧 选秀选 啥呀选出来都一模一样的 除了脸长的不一样 脾气性格 说话都一样 看见我就万岁万岁万岁 说个啥也不敢吭声 嘴底连句真话都没有 可苏卑胜这人能处呀 他跟我说 奴才看着可不一样呢 那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 哎呦 朕不喜欢玩人机 朕喜欢玩家vs玩家 OK 于是非常意外的 我就知道他不是这个游戏里的NPC 因为我问他 你是不是住这里住不惯啊 他跟我说 住哪里都一样 然后我又问他 你怎么不笑啊 来了这么多天 朕都没看见你笑了 他跟我说 我生性就不爱笑 安比利维波呀 终于让我带着真人了 没想到在这弱大的后宫 还有一个真实的玩家 我再也不用跟那些人机打了一台 靠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玩家夜兰一刚到宫 一两天就被大残血了 那是生生被三二个生母 齐飞下的酒寒汤 此生无法再生育 这事弄得上来就把夜兰一的大招给掐了 此生无法再生育 等于此生无法再生育 你说这夜兰家吧 人是我引进来的 游戏是我开的 副本是我选 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夜玩家 单位这么低 上来就被狙残血了 但不管咋说吧 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非必要情况下 我还得负全责 于是吧 我决定即刻下旨 封夜兰一为夜贵人 封好宁 我就封他为贵人 在宫里养他一辈子吧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偿 其实当时华飞的时候 我也想封他为贵人 然后在宫里养他一辈子 只是没想到世事无常 他非要撞南墙 宫里的人是一个一个的少 我是一岁一岁的老 眼看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 苏北胜说让我出去转着 可我真不想出去看看 养心店的折子堆成山 也没有想见的人在等我一关 对我来说 去哪里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异性阑珊 可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旁边的沈梅妆突然开口了 他跟我说呀 他记得他小的时候 去凌云峰赏春风景秀美 又说去甘露寺烧香一日正好回来 不是啊 凌云峰 甘露寺 那不是华幻处的小区吗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华幻处的小区转转 顺便再到处看看 哎呦 你要是给我闹这个 我可不困了啊 我刚说了一句 甘露寺 苏北胜就接着说 他说呀 奴特知道啊 甘露寺有华人不想见的人 咱只是到那静香又不见他 巴拉巴拉巴拉 你也给我导一下 什么不见他 为什么不见他 我去甘露寺就是为了见他 我不仅要见啊 我还把他最喜欢的玫瑰簪子 都给带在身上了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有机会见到桓桓的时候 把簪子再送给他 刚到凌云峰喝上茶呀 我就问 我说公里来的万匹 你现在何处啊 可住持跟我说 说桓桓病了 住在凌云峰的禅房 不是来的时候 好好的让你们养了一段时间 你们竟然给照看病了 我就问他们呀 我说病短时间了 有没有大碍呀 可那个住持竟然跟我说 应该也就见好了 嗯 什么是应该 他的身体状况 你个住持 你竟然霸枪处 但不过也行 因为本来我还在想 应该找个什么理由 去看看桓桓 现在看来是不必了 只要有你一个住持在 我看桓桓的借口 那就像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 说着吧 我就跟旁边的事态说 我说既然如此 那就引我去瞅瞅吧 可桓桓住的地方 那是真高啊 夜前她住碎雨璇 我住养心殿 我要走好远 才能走到她的宫殿 现在她住刘云峰 我住养心殿 我要爬很多台阶 才能走到她的面前 爬台阶的时候吧 也就想明白了 这就是我之前 给她修的台阶 她是一个也不下 直立药术宫 现在呢 这些台阶 她还是一个也不下 住在凌云峰 只不过三年之后呢 是我啊 顺着这些台阶 一步步走上去 去找她 终于是走到 桓桓的馋房门口呀 我走到门口 先云两口气 调调气息 毕竟呢 这是个缓缓分别 三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我必须得端庄大方 有气质一举多亏 过年刚开工呢 确实有点忙 更新速度呢 也确实不算快 但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来保证视频质量 也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虽然一直没说过吧 但真的要感谢 每一个给我充电 和一键三连的人 相信我这波不亏 我就是你脑洞生气 叮叮看剧大爆快乐 点赞过两万倍 不便我要感谢大家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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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个人的视频哦